台风的路径虽然是偏北 但是呢还是对台东地区带来了风雨 而这样的风和雨 对于湘兰村的居民来说呢 是两样情 就怕好不容易受粉成功的世家 遭到强风吹坏 湘兰村长世家原理好着急 一边风吹黑 还有把他吹落掉 就下一集的收成就没有了 两个月前的尼泊特台风 把只差十天就可以修成的果实 全部打落泡汤 这一次没击台风 刚开始风雨不明显 但登陆后 台东地区感受到强风 村长一家人 现在心都好忐忑 冬夏天的收获都没有了 在期待冬天的 打下去完了完了完了 实际协助重建35户 湘兰村屋顶毁损的民宅 村长这一户是最后一间 他们暂时搬到安置所安全无余 而其他居民因为屋顶修好 心踏实多了 这个这里面的家具都人家送的 张生生的家家具 才刚刚完全补齐 尼泊特台风让屋顶掀了 全部的室内成设只剩厨房 和这一组沙发桌子 这怕好不容易重建的家 再有状况 张先生在盖好的屋顶上下再加强 一个中台以上 你没有加强的话 很可怕 就会担心 会喔 我很早就煮饭来吃很怕 你快点就躲起来 有台风就担心 但还好这一次 有新的屋顶能够折风避雨 让伤害可以降低 大家新闻猪龙小红树 台东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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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